马上来关注美国大选 目前各州还在开票 选情胶着 但是寻求连任的共和党特朗普 在我国时间大约下午三点半 就抢先宣布胜选 还炮轰出现选举舞弊 动言要告上最高法院 好要求停止所有的计票程序 这番言论引起党内外骂声四起 至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则坚称自己胜券在握 要支持者耐心等待最终成绩 选举之前政坛就估计 特朗普会在形势向好时 自称胜选 万一事后败选 再用法律途径检讨成绩 而这个预言似乎成真了 特朗普先发推文宣告大获全胜 再指责民主党人企图偷走选举 推特第一时间在这条贴文加注标签 强调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存在争议 可能会误导选举或其他公民进程 不久后特朗普直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 在还没有跨过270张选举人团票 也没有任何媒体预测他胜选的情况下 自行宣布赢得选举 在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指控民主党选举舞弊 特朗普一直宣称自己在多个州属领先 获胜出但又说这次出现选举舞弊 特朗普选前拒绝表明会接受大选成绩 如今还要司法机构出手干预 处理他口中的弊端 frankly, we did win this election we did win this election so our goal now is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for the good of this nation this is a very big moment this is a major fraud in our nation we want the law to be used in a proper manner so we'll be going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we want all voting to stop we don't want them to find any ballots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add them to the list 对于特朗普攻击开票过程 共和党资深选举律师强烈不满 表明这种言论前所未见 也缺乏法律基础 根本不曾听过任何总统说出这番话 拜登竞选团队也抨击特朗普 要求停止计票是史无前例的 也非常可耻 企图剥夺了美国人的民主权利 在总统召开记者会前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率先会见媒体和支持者 一进制动表明自己胜券在握 拜登还说官方选举成绩可能需要等到当时的投票 当地时间星期三 甚至是几天后早上才能出炉